大家好,今天我们过来灭红河鱼啊 本来昨天我们说这边有牛,我们灭不了啊 放炮那个牛会跑 那么今天也不管那么多了 这窝红河鱼有很多的 你看现在我们来旁边这里它已经爬出来了 这种蚂蚁啊,它发展生素 然后它还能把人咬血啊 所以我们平常来农田 我们要非常小心才行 你看我这些都是被咬的 都是这几天啊 你看咬到这里来了 差一点就咬到熊 咬我这颗棍子 这管太活了,跑得上来 像这种活30万只马蚁也是绝对有的 像这种活30万只马蚁也是绝对有的 刚被咬的时候要找附近有没有臭草 拿到臭草涂上去它就不会咬了 这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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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去 你看这一种就是臭草的 引领它的这个叶子 然后就把它涂到手上来 刚开始咬涂才有效啊 刚被咬涂才有效 被咬久了涂没效果 这牛吃红河鱼吗 估计这牛很想吃红河鱼哦 大家知道为什么那个红河鱼堆 那牛不敢靠近吗 谢谢啊 这个东西大家想想就知道了 这个红河鱼那么毒 那牛又不敢吃 那个红河鱼堆上面的草 他爸被咬嘴巴 那个嘴巴会肿了 还有也不敢踩上去 万一被那个红河鱼爬上来咬的话 那不得了啊 可能那个牛要去医院打点滴才行哦 你看这边一堆一堆完好无损的 好安全的这种红河鱼啊 他能长那么大 证明那牛也不敢踩过去 好 现在我们西药了 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一种 这个灭蚂蚁真是太厉害了 我灭那么多蚂蚁啊 还有很多朋友不知道这一种叫什么的 其实这一种在那个网上都有瘦的啊 我自己我不卖这个东西 大家自己去网上买比较便宜 这些我们要把 大家要把这些填回去 嗯 给它故规研究 好了现在大家知道怎么灭红河鱼了没有 这个药水确实好啊 不然我都不敢推荐给大家 ok 现在我们收拾东西要回去了啊 我们去下个视频我们就要去搞一个 老鼠再生活 哦 反过ho